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老和 今天四个关键字 带你掌握天下事 感恩超司 赞叹超司 数位部 遭酸出差部 赖掉奇葩怎么了 民调真的搞反串吗 今天大家最在意的 但除了涨价 我们更想知道 超司这家公司 究竟是多么有生意头脑 有人脉 有关系 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他早就知道会缺蛋了 一家公司竟然能到 农业部长陈吉仲 平民护航 现在情流感 不仅有双重标准 你上半年能吃到蛋 还要谢谢超司 另外述发部成立之后 你有敢吗 现在打架 他们打到国外去了 明年预算国外旅费是 3733万 增加165% 换算下来 每天是有6.6人出国 而更气的是 媒体政策业务宣导 农业部他是冠军 他编了上议员 你是宣传农产品 还是养网军呢 而现在郭董展开联署之后 最新民调出鲁了 赖清德虽然第一 但竟然是掉了7% 郭董难道真的是天生神力吗 一出来之后 三个人全掉了 还是接到民调的民众开始顽皮 搞反串了吗 今天我们这样一一挖下去 追下去 现在就要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杨志斗 大家晚安 资政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大家好 民众党发言人李鼎丽 赵哥好大家好 好 现在大家很关注的是 我刚刚谈到了 淡价涨了 淡价涨我们不是说 之前有进口蛋进来吗 这进口蛋现在还烧个不停 就是这一家公司超私 超私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很有生意头脑 这一来一往赚了不少钱之外 才知道它有钱卖 有人卖还有关系 甚至我们的农业部长陈其仲 连续帮他来护航 第一个护航点什么 他说鸡蛋的专案进口政策 达到60亿元 我们亲前已经讲过了 他说如果我今天放任 其他的黑市市场去卖蛋的话 跟你讲很多的老百姓 亏太多了啦 这成本太高了啦 我们专案进口进来 你看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才花5.7亿嘛 没有多少嘛 现在第二个说法 是他到了友台的节目 接受这个视讯访问的时候 他说超私真的太伟大了 你知道那个8000多颗的巴西蛋 原本是要卖给日本的 是我们的超私跟巴西讲说 不要卖 卖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台湾人缺蛋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蛋进来 所以我们要开始感谢超私 但我就要问了 那我们抢单的代价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 国民党立愿党团就在质疑了 巴西政府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他们是禽流感的疫区 那为什么超私在6月7月 你还要进口上千顿的鸡蛋呢 它是四五六七 都有问题了 禽流感的蛋你敢吃吗 你敢进吗 为什么会进来呢 农业部有个新的说法 他说巴西禽流感是在野鸟中发现的 不是在蛋机场啊 野鸟的高病原性禽流感 台湾不会认定这是禽流感的案例 等于是一个禽流感啊 两种说法两种标准啊 而现在关于燕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跪一个跪进来吗 到底要不要逐步检验呢 还说有问题的蛋就退呢 没想要引起了许晓星 还有这高嘉瑜两个人在网络上面开战了 这两个女人战争 高嘉瑜说许晓星你主张是逐科燕蛋 有事吗 是不是要叫他逐科工程师呢 许晓星说冤枉啊 不要把别人没说过的话塞到别人的嘴巴里啊 就像是没有人要听你唱歌 硬要制造噪音一样 而现在大家会想问 超市这件事情关我们到底有什么事 第一个 现在蛋价是不是涨了 你有感吗 第二件事情是 你知道超市这一来万赚了多少钱吗 大家一直问说 那你这个盗案价格多少啊 这个农业部或者中央续厂会 你补助多少啊 现在农业部也把资料全部都公布出来 我们先来看 盗案价格到补助价格跟价差 这三者 我们先稍微推估算一下 超市赚了多少钱 第一个是 超市的数量是 8814万颗 它的盗案价格 农业部说是4.94元到5.9元一颗 那我们当时台湾的产地价格是 4.294元一颗 所以呢 这中间的价差多少 一颗是1.606 那我们就乘嘛 这个1.606乘以8814万颗 那我是赚了1.4亿呢 你是原本说没有补助啊什么的 这样算一算不就是这个价钱吗 那你说你在扣掉那些什么 鸡蛋烂掉啦 被验出有问题啊 退货 我算你1000万好不好 我算你1000万哦 他现在还至少赚了1.3亿多 而且这还不包含其他的是 他从巴西买单是多少钱啊 他们只说了盗案价格啊 没有说巴西买多少钱啊 来兵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 这个事情哦 陈吉仲的很多解释都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然后农业部也常常前言不照后语 大家记不记得农业部一开始说为什么要给超市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超市的母公司在业界呵呵有名啊 非常大 惊人啊 就人家一查出来 超市了 过去他们经营的那家叫无忌蛋行 只有2.5万资本额 然后农业部又改口 那个不是母公司 他们是亲戚 是以前开的公司 那现在已经不是她母公司了 超市没有母公司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谁队 农业部上一个农业部队还是下一个农业部队 这都是你们讲的啊 然后再来 现在又在告诉我说 巴西行流感是在野鸟发现的 跟养鸡场无关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当初你记不记得你农业部是怎么 当时叫农委会 你们是怎么拒绝陈玉珍委员说 金门的蛋也可以进台湾呢 你说因为厦门有禽流感 所以厦门的鸟可能会飞到金门去 会传染 对会传染 所以金门的蛋有危险不能进 厦门的鸟会飞到金门 巴西的鸟就只守在野外 就不会进鸡舍 巴西的鸟比较有自制力 我们大陆的鸟就比较坏 就会飞到别人家去 是这样吗 你这什么逻辑啊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巴西的鸟也是到处乱飞啊 谁能管他 那你怎么能够这样认定 他不会有危险啊 如果金门你认定有危险 那为什么巴西不会有危险 所以这听起来都非常诡异 那更奇怪的就是 今天我们从来没有跟巴西进过蛋了 在这家之前从来没有 然后你突然之间就决定了 然后给一家从来没有跟他接触过的公司 这家公司本身更奇怪就是去年9月 突然成立了 他们歇业了很多年之后 突然之间又成立一家超市公司 成立了之后也没有生意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进蛋的需要啊 然后结果到了今年的2月24号 他没有生意做 申请停业 结果申请停业完呢 不到10天 马上申请副业 3月2号为什么 因为他马上3月10号就可以参加农委会的 那时候农业部有这个 那时候叫农委会 农委会的就是要对外购蛋说明会 法说会的类似这种 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很显然内部有人通知他嘛 对不对 然后农委会光束喔 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立刻决定说巴西也可以列为进蛋的国家 然后这家超市已经把巴西所有的这些表格 检疫证明啊这些相关的出口表格 全部成后 这么厉害 巴西原来是行政效率如此高的国家 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 然后我们 请注意喔 因为这是生鲜食品喔 所以正常你要进这种东西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稍微去现场看一看 也没有茶厂也没有干嘛 你根本也不知道巴西当地的状况 老实讲 我为什么认为陈一仲在胡说八道 请问一下陈一仲你去过巴西吗 你怎么知道巴西那边野鸟跟养鸡社 他们的管理状况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你凭什么下这种判断 然后你就立刻决定巴西可以进 然后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日本以前也常跟巴西进货 我们的厂商超厉害啊 直接把日本的货拦截拦到台湾来 这真的吧 大家去想想看 日本有没有从巴西进蛋 有喔 每个月一万三千颗 每个月 一万三千颗 我们是进八千八百万颗 请问一下 日本根本一年都吃不了这个量 你就跟人家抢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这根本不是跟日本抢嘛 他本来这个量日本就吃不到 所以这不是什么去跟日本抢 这本来就是要给台湾的啦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那老实说 如果巴西的蛋是好的 以前没有接触过 现在也可以接触都没关系 但是这整个过程是不是太过专案了 所以一切都是量身打造特制的 是 那平的是什么呢 平的就是农业部现在说 因为这一个 这家公司这个晴雨桥这个人 过去他们家族在蛋品界非常有人望 非常有人脉 是这样 我们公务员是这样评估事情喔 那我就一直觉得很怀疑就是 晴雨桥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讲说 说他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台湾 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把人脉把这个管道 直接介绍给我们的续场会 不就结了吗 让中央续场会去处理啊 或是让台同发去处理啊 台同发亏权亏的东西 让他赚一点也会死喔 那你都不要 偏偏自己要成立一家小公司来做 请问一下 谁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啊没有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谈下来 我有时候不太懂是 陈吉仲太聰明 还是我太笨 他讲的话我有点听不懂 他的漏洞会不会也太多了一点 你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是说陈吉仲聰明 也不是说你笨啦 这都不是啊 重点是农委会讲了太多 知知节节的事情 他应该针对正义去理清 首先第一个 大家质疑的是什么 这家是不是独门生意 对 只有你消息最灵通 只有你赚得到钱 别人都赚不到钱 那是不是独门生意 其实只要看一件事啊 第一 政府你要做这案子的时候 你资讯有没有公开 基本上按照现在我们掌握到的资讯 3月10号开说明会 当天有38家参加 3月14号又开了第二次说明会 有25家参加 所以加起来从头到尾呢 大概有60家厂商 参加了农业部的这个说明会 那在这个说明会里面呢 你接下来问嘛 参加60家最后有几家 有来做这生意 答案是9家 为什么是9家呢 这个理由 其实我觉得农业部 应该针对这个去说明啦 谁能做这个生意 当时他设了四个条件嘛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独门 只有超市可以做的生意 至少现在的事实来看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论 因为符合这条件的有9家 那如果说现在要给他一刀必命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 有哪一家厂商符合这四个条件 政府不让他做这个生意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就有独厚的嫌疑了 那如果说其他家都是因为不符合这四个条件 说他做不了这生意 你也不能说 你这样子就是有弊端嘛 除非你能告诉我说 这四个条件 你觉得哪一项不必要 哪一项是故意卡 假设这四个条件都合理 而且呢 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是 价格有没有不合理嘛 假设说今天说 今天同样的条件之下 进来的政府有刻意去买贵 那这个当然又是一刀必命了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是 里面第一个超市它并不是买最贵的 现在被抱怨买最贵的是从澳洲空运来的鸡蛋 空运来的鸡蛋 价差一颗32块有人抱怨这个贵 可是这并不是超市的货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问题是 超市的价格有没有不合理嘛 刚才大家在讲说 这个8000万颗蛋非常多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知道台湾一天可以产多少颗蛋吗 台湾国产一天喔 就有2400万颗蛋 超市进口的数量大概是 台湾的3天多的数量而已 那你说政府是不是说 给超市买的超级无敌多的蛋 其实你看这个专案 把这9家加起来 总共进口到现在大概1亿5000万颗蛋 其实它大概是台湾6天到7天 6天到7天的产量而已 所以当时进口这个鸡蛋很显然 它是要为了稳定消费者的信心嘛 就像我们过去讲说 银行如果爆发了这个 财务不佳的传言 有人要挤兑的时候怎么办 银行都说 那不管我把现金全部拿出来给你看 请各位存户放心 你不要来挤兑 因为一旦发生挤兑了 财务再健全的银行都会倒掉嘛 那这个当时鸡蛋的事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市场的信心严重的波动 消费者觉得说 现在蛋我怕会不够 我去到卖场只要看到有蛋了 我都要放到我篮子里把它买掉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 告诉你说 政府有能力从国外进口鸡蛋 那是稳定市场性的一个做法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说 当时是不是买贵了 这可以检讨 如果你告诉我说哪一个厂商 在相同条件之下 卖个政府比较贵 这当然应该检讨 这是不是独门生意 就独厚特定 那这当然可以检讨 可是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应该回归到专业来看嘛 最后一个点 今天在质疑说 为什么超市可以50万资本额 开这家公司 然后做这个进口 8800万颗鸡蛋的生意 我跟大家报告 进出口贸易本身是这样的 2014年台湾营收第一名的贸易商 一年营收3480亿 各位知道它资本额多少吗 它资本额只有2600万 也就是说它资本额2600万 它做了超过13000倍的生意 在一年当中 这是进出口贸易 会出现的样子 那你去质疑它说 只有50万 你为什么能够做这个生意 我觉得这是 违背一般我们财经 应该有的基本常识 我觉得问证了 还是要回归到专业才对 好 刚刚阿苗提到说 这到底是不是独门生意 我们其实从进蛋里面过来看 这进口数量里面 就是你超市最多嘛 8814万颗 其他都还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算过 这个相关的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些数字 这些都是这个农委 农业部 还有这个中央蓄产会所提供出来 才会有这个 8100亿算赚了1.4亿元 好第二问题值得我要来请问了 他刚刚是说 你今天不是独厚他啊 那怪的是说 的确不是独厚他 那你前面是不是有先跟他讲了些什么 能够让他准备好这么多的资料 这个说明会一开始 超市就过去了 就这么巧 几天之前他的文件就做成了 那当然 他当然会比别人更快 能够加到这个名单里面去啊 这个超市当然要进场 去招标这个生意 我们政府设了很多门槛 那这个门槛 说实在的 你说好听一点 是为了确保这个蛋的品质 跟这个价格有 这个可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符合国家利益 那说难听一点 你就是设定很多门槛去 让你钟爱的厂商可以 藉由这个门槛的保护去得标嘛 那你看超市 现在阿淼讲的正正有词 当然他觉得说都很公平啊 没有什么独厚的关系 可是里面就是有鬼啊 其中有鬼的部分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 这个负责人他投了50万进去 阿淼说50万当然也可以做贸易生意 可是问题是50万里面我只出1000块 那剩下的人呢 谁出资 谁偷资 谁去赚这笔生意 谁可以帮忙把这个巴西的简易的 淡的简易的证明 衛生安全证明全部拿到手 这是一个那个 那个秦小姐嘛 他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吗 支支吾吾 他说我赔钱卖啦 我没有领到一分钱补助 然后他成本亏多少他都不知道 所以显然背后还有高人指点嘛 你要说这个秦小姐 他动用他一个人的力量 把所有的简易的证明 把所有招商的文件全部准备到位 然后可以投标 买8000万颗蛋 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人可以做 那我觉得他天生神力啊 很强啊 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嘛 可是他的这个投资 在里面放了1000块钱 其他背后都是迷雾一般 如果有这么好的生意 你想不想投 我也想投啊 赵和也想投嘛 大家都想投嘛 问题是官不与民斗嘛 我如果是先能掌握这个资讯的人 老实说我去丢这个 我也觉得羞羞脸嘛 我为什么要在 闹鸡蛋欢的时候 跟民众去求取这个利益 甚至我政府自己的标案我自己拿过来做 我赚政府的钱 现在鬼月嘛 大家会想说这个 听起来一人公司 然后可以成立那么好的标案 然后拿到那么多的钱 大家才会觉得是鬼故事啊 所以 刚刚所讲的一些什么 像是这个 他这个程序到底公不公平 我相信程序可能公平 可是他也设了很多限制 那一人公司有没有办法 在时间之内拿出一些证明出来 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高的 再来 讲到这个禽流感 刚刚我们发生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 第一张检验过了 超私符合这个门槛 然后我拿出来第一份 巴西政府公告的一个蛋 鸡蛋的检疫的标准给你 我就可以做这笔生意 那接下来 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之后 甚至 情流感爆发之后 有没有继续提供检疫证明 有没有办法去确保 我们吃的蛋真的安全无语 老实说啦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自见国格啊 人家巴西开始冒出情流感的时候 日本政府怎么说 直接官邻两个州 蛋的制品 鸡肉制品全部都取消 全部都进啊 全部都取消 这个两个州主要生产鸡蛋制品的这些地方 农业部长直接飞去日本 跟他们谈说 那可不可以我们这个 我们如果检疫28天之后 可不可以重新开放 然后还要求说 不要两周都进啦 特别出事的那几个都市进一进就好 那日本可能也这样子 磋商之后统一去放宽嘛 人家农业部长是这么卑微的巴西嘛 人家农业部长是这么卑微的巴西嘛 人家觉得说情流感发生了 我也不得已 但是我还是要跟日本做生意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沟通协商 那我们进口那么多鸡蛋 买到了有这个情流感的鸡蛋 那如果都进来了怎么办呢 像我们在防口提役也是一样啊 我们要防口提役是想说 我们国内的这个保护已经做很好了 现在从大陆那边进口猪肉 第一次罚20万 第二次罚100万 那你今天假如说被我们砸到一颗 可能有情流感相关问题来源的这个鸡蛋 你超市要不要也罚钱 要不要负担这个风险吧 所以这整片事情感觉上是 你好像你要说它不合法 好像也没有不合法 问题是 这中间有重重的黑幕 要一丝一丝抽丝剥茧 我们才知道 到底跟谁合作 背后高人指点是谁 不然一切东西其人一斗 而且又是赚国家政府的钱 大家当然会觉得 一定要查到底 鼎鼎你会觉得超市这家公司 应该出一本书吗 到底怎么赚钱 跟着超市一起赚 今天这位朋友已经讲了 超市这家公司是临时成立的 就是因为解决 要解决蛋黄这件事情 他都已经承认这件事情 而超市这么有人脉 有钱卖 有关系有钱卖 真有这么神通广大吗 我觉得姑且不论 这个到底是不是生意奇才 还是说这个艺人公司的奇迹 那确实从各个面向的迹象 都让我们看出来说 这间公司它就是量身打造的 也就是说政府从上到下量身打造 让你来做这一门生意 那其实你从这个时间点上面看起来 也真的是很怪 你看它2月24号申请停业 3月2号马上又申请复业 这是相隔不过七八天的时间而已 你再比对一下这个时间点 原来它3月2号复业 农委会在2月25号的时候 就宣布专案开放鸡蛋的进口了 所以它3月2号复业 再来农委会3月10号宣布 扩大鸡蛋的专案进口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之巧合 它仿佛未卜先知 它政府的消息一清二楚 OK 所以包含了 刚刚有特别提到很多资料 准备得如此之快 所以这就是一个量身打造的 不过各位要知道说 现在其实台湾在 美铁缺蛋的一个数量 已经超过百万克了 真的是已经百万克了 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 台湾是一个丰衣足食的保岛台湾 其实过去在鸡蛋的自己率 是超过99.9% 是99.9% 进口率过去来说是不到1% 但是我们现在金蛋的缺口 已经达到5%了 所以各位想象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回到源头来说 其实你看年初那个时候 其实还记得吗 当时是农委会的主委 这陈其中他当时说的是 他是强烈的主张说动涨 动涨的这件事情 但是动涨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他破坏到所谓的市场机制 他导致蛋农被迫减展 因为入不敷出嘛 所以导致说他整体的一个 这个蛋黄又出现了 一开始就没有把控好了 所以后来才需要用进口蛋 来做补救 那你进口蛋 后来又爆出了这些争议 然后现在又说 政府为各位就是补贴这么多钱 创造60亿的效益 所以缺蛋没有把关好 后面要用进口蛋来补足 然后又有这些争议 然后你现在说60亿的效益 要各位老百姓来感谢你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 这个自給率99.9%就没有 我最后讲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大家都最想知道的是 政府应该要出来说明说 你蛋到底还会缺多久 因为各位要知道 接下来要入秋了 你知道吗 入秋是代表什么事情 你病菌的活跃期又开始了 你的温差开始大了 其实对不利于蛋机的生产 而且各位 再提供各位一个数字 每支鸡 台湾每支鸡有 赵侯你知道吗 每支鸡一年 台湾的鸡大概能够生产几颗蛋 好 190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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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日本 日本超过300颗 一支鸡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反映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 其实台湾普遍的一些鸡舍跟金融 它的环境的条件 它确实是 比较需要来帮忙的 所以你这些地方也是 你需要好好来补助的地方 那包含了接下来的这个 入秋的这些问题 包含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禽流管 疫情病菌的问题 到底缺蛋要缺多久 我相信这个问题 政府一定必须要好好来解答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状 好 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说 到底超市这个蛋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吃下去到底有没有问题 第二是 这个补助以及 会不会有毒闷声音问题 要政府讲清楚 第三个是 人民的纳税钱 你别给我乱话 我指的是什么 是指数位发展部 大家听到数位发展部 不管是蓝营的啦 或者是白营的 大家都会说 打炸打那么烂 他们到底在干嘛 唐凤到底在干嘛 大家对他们疑问 可能只有这个 现在他们最新的预算 也出来了 明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 述发布 编列高达211亿元 尤其是国外旅费 在今年已经被骂非常多次了 今年预算1408万 出国考察啦 开会啦等等 大家有说你到底在干嘛 你要打仗嘛 你要把我们 防止就是我们被骗啊 或是把诈骗阻绝于境外啊 但是今年 已经有1408万 明年 没有减少耶 再更高 3733万 加了2325万 等于是 增幅了165% 所以大家就用 换算的方式啦 是不是预计出国天数 可以达到2420天呢 而且平均每天 6.6个人在出国 现在数位部 难道变成 出差部了吗 当然唐凤有说啦 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 数位部跟各部会相比 编列的这些国外旅费 没有很高啦 那现在数位部官员 也指涉了 他说第一个物价上涨 所以当然比较高嘛 第二个是 疫情前后差很多 疫情前 大家没有办法见面嘛 用视讯 现在疫情后 大家可以飞了吧 有些机密会议 我们需要面对面啦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半用于经贸的谈判 也要跟这个数发部 来做一个对接 那我们刚刚谈到农业部 农业部哇 不断用这个专案进口方式 补来补去 补来补去 他们现在难道大内宣的钱 也要拿到最高吗 来看老师 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 总共编了11亿元 前三名 农业部 教育部 客委会 光是农业部1.699亿 现在曾明中说话 他说农业部 是最常不当使用政策性消费的 那现在有说法 你就是要大内宣嘛 还是要养网军嘛 你需要那么多钱嘛 那么多钱要干嘛呢 而且 你每年这样看起来 从农委会申请到农业部之后 这个金额越来越高 2022年1亿4 2023 1亿6 2024 1亿6991万 现在再创新高 阿淼今年也要出来选 如果明年顺利当上立委的话 你怎么监督 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啦 因为出差费用 政府有公事啦 就是你甚至是去到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 一天可以申请多少钱 都是有公司算定的 另外你的机票 你这个某种层级以上的官员 你可以搭什么舱 然后某种层级以下 你只能搭经济舱 这些都是公司算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就是比如说数位部 3733万出国旅费嘛 那我市立委的话就跟他要说 请问你把这3733万的出国计划给我 你这个计划下面 因为计划一定会编列 第一个出国人数 你预定要多少人去 地点 你要去到哪个城市哪个国家 第三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全部列出来之后 他按照公式算出来嘛 所以你觉得哪个计划不必要 不用去这个国家 不用参加这个活动 就把它砍掉嘛 所以你就是说 他的细节应该全部条列式出来 让大家去检视 而不是今天一个费用出来 大家的剥夺感变得很重 因为这个公式一定有 我们政府编列预算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单位 他有一个主计的单位 那这个主计的单位里面 他就会去抓 说像这种其实事务性经费 他都是公式来算的啦 那所以他也不可能编超过这个公式 就像我们说 编加班费一定是按照人头 你这个单位多少人头 然后每一个人的coda是多少 旅费也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没有公式是什么呢 就是提到的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 这个没有公式 但是他比如说 客委会要一亿的钱做政策宣导 他下面一定都有计划 所以你可以要求他说 你把今年你预计 明年你要预计要做计划拉出来 像我们在议会审查预算也是一样 每个单位他都有编布 一样的这个政策宣导预算 我们有疑问的话你就告诉我 你今年有哪几个活动要办 像客委会这个我了解到 他应该是要做推广客语 那推广客语 并不是说嘴巴讲讲的推广客语 你一定有一些专案 在这个专案下面 你就拿出来告诉我说 你要用什么方式 比如说你要拍影片 比如说你要拍电视剧 比如说你要做广播 到底每一个项目下面花多少钱 这其实都看得到 所以你用一个数字去算 当然我们这样讲 鬼影床床 人心惶惶 可是基本上就我来讲的话 过去我们在议会问证 我们也不喜欢用这种鬼影床床 人心惶惶的问证法 你这样子摊出来的话 其实每一个 哇好大的数字 是我们老百姓 一生都赚不到了钱嘛 重点是政府的预算 背后都有计划 计划后面很多都有公式 这个拉出来看一目了然 如果你是立委的话 不喜欢你就砍掉 你就提案删除嘛 就这么简单 比英哥我想到农委会以前 大家最常知道就是1450这样 他从农业部 从农委会升到农业部之后 像1450也升级 变成2900 预算越来越多 这很正常的啊 第一个他整个单位提升了 在还以前1450这个价钱 你觉得你当王军你肯嘛 当然这个价钱要提升啊 那本来你不会升级预算升高 这也是合理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部会 到底有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速发部 为什么大家一直去看它 国外旅费的问题 不是不让你出国 而是你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大家期待你 你过去这一年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们的诈骗是越来越多 看起来完全没有被你遏止的状态啊 然后你除了一个点面线之外 请问一下速发部的政绩到底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 唐凤好歹你既然 你自己秩许是一个数位发展部门 好歹你帮自己宣传总会吧 你宣传给我们看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拜托你不要再跳那个烂舞 你跳舞真难看 不要再弄了 那至于说 国外旅费你价增高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理由 你说物价上涨好我们勉强接受 疫情后谈机密会议需要面对面 这个理由成立吗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说 你们身为速发部 可是网路上的讯息你没有办法保密 你没把握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透过视讯透过网路可能会泄密啊 你不是就在告诉我这件事 所以我们的速发部 对这个数位机密这方面他没责 没有信心啊 对啊就不就这样子吗 然后一半用于经贸谈判 对他可能要必须配合经 经纪部或其他的一些单位 去做一些经贸谈判有可能 但是这个东西你们现在进展到什么地步 你有真的每一条逐条都可以给立法院监督吗 还是你们自己在那边说了算呢 因为过去这七年多来蔡英文执政最让人诟病的就是 他每次编预算都不写信息啊 中间就那马马虎虎虎虎 我们要做个弦单基础建设 噼里啪就列了一堆 然后真的直接去这样评估什么全部都没有 就是高兴他空白支票给他填 那现在速发部给人家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你们每年都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一大堆事情 结果后来去查台赫然发现 速发部有一大堆的经费用在干什么 用在去租办公室啦 用在去租更新设备啦 然后搞了个半天 你们都是在场站处理的东西 那你真正实际业务执行的东西都看不见 所以我觉得你要让大家不怀疑你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拿出你实际的绩效出来 大家就不会怀疑你了嘛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的业绩下下叫 把我们那个诈骗集团抓到一大堆 防堵到诈骗都不会干扰到一般民众生活的话 那自然而然大家觉得速发部好棒棒啊 没有人会讲你的话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去检讨 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那至于农业部这个东西 老实讲他边宣传经费不意外 嗯 可是 可是问 我们的农业部的宣传都用在哪里 最近我们刚刚在谈的超私这个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 超私特别帮 那个农业部特别帮超私做了一个广告 这件事情过后还特别做一个广告 对 去解释超私怎么样合法怎么样 然后下面哦 下面再写一个广告 这我们的预算就画在这个地方啊 农业部的广告是去帮私人公司解释事情 这个东西超私为什么不自己出来解释 为什么要农业部去帮解释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那你农业部每天要去帮人家做这种 插屁股的工作 难怪你宣传费用需要这么高嘛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当时1450怎么被抓出来 是因为你们找了这些所谓的外包的公关公司 诶就这么巧 那个地址全部都在同一栋大楼 然后不是隔壁就直接用同一个地址 然后很奇怪的就是 你看哦 这些绿能公司上次被抓到 是用民党新毒四党部同一个地址 然后呢 这一次 这些他们这些其他云报 云报能源全部在紀錄路1号 在同一栋 同一栋 然后上下楼 请问一下 为什么模式都一模一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不觉得这个是有系统的 好像民党执政之后就专门在做这些事情吗 那你这样能够不让别人疑心吗 值得我们只能说 现在农业部跟树发部是因为仇患值太高了 他们编列什么 我们现在民众看起来 相对的剥夺感就这么重吗 我觉得这个仇患值提升也有助于他们 就是花预算嘛 刚才兵哥这样讲我总算懂了 原来开记者会开越多长钱算越多 那当然是知求对决 对不对 这个超市越起人疑斗 就开越多记者会 我就可以拿更多的这个 这个业务宣传 以及媒体政策的这个 费用预算来花钱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跟很多部门 有点跌窗下午 过去我们像现在这个 速发部他们宣称明年要去开很多的会 有几个会 你说台欧盟的这个数位经济对话 当然它里面有数位啦 不過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的发展嘛 那以前这些东西都是包在不管是经济部啊 或国发会下面有一些科室 可以去处理数位的问题嘛 那当然现在速发部自己做大 变成一个独立的部门 它有独立的出国考察的费用跟预算 变成说它的这个部门也要派出足够的原格去参加会议嘛 那以前是国发会里面可能 挑两三个对于数位这个经济有概念的人 一起去参与会议 就好了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变成说现在出团 一次变成十几二十个人 变成说现在二三十个人要一起出去 然后每个部门都自己 有自己的政策自己一套系统 然后可能经济跟数位 这个时候又分得很开 没有办法合作在一起嘛 所以这才是等我们大家去想说 你有那么多的对话 例如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这个速发部也说要去 那21世纪这个 贸易倡议你说 要谈判专家 要经济的要区域的 可能农业部也要去 可是速发部我们就看不到他 可能真的要去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他的角色在哪 角色在哪里 你要扮演出来给大家看到嘛 而且我觉得真的 农业部跟速发部真的太会花钱了 而且还要一直去剥夺 我们这个台北市的用地 像已经那么会花钱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南门中继市场 是南门在台北市嘛 我们南门的市场要扩建 变成新建 变成一个新的大楼 新的市场之后 盖好之后 换成东门市场要进去 现在这个位置里面 本来是很省钱的 因为两个大楼 一个大楼等于是 南门市场可以进去 东门市场也可以进去 就现在南门市场盖好了 好速发部说 这个本来是我的地 我要拿回去自己用 对吧 就变成说 他什么都想要 不但已经有自己新建的办公室 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本来要做市场 新建的这个预定地 他也要拿回去做使用 使用用途大家都不知道干嘛 你就几只小猫小狗 你有自己的办公室 你现在要跟台北市抢地都要 所以真的 苗布拉议员在这里 为您请命 如果你现在当议员 以后有机会当立委的话 拜托速发部的这些费用 把它通通删掉 把这个地 尽量的可以还给台北市民做使用 那一定是最棒 好现在最关键的是 郭董说要出来选 然后确定要联署之后 现在最新民调如何呢 我直接跟大家讲结论了 四个人出来选 没想到之后 其他三个人全部都降下来了 难道郭董真的是 天生神力嘛 来看到赖心得 降最多 30% 降了7% 柯文哲23 降了5% 侯友宜 19% 他降了3% 然后郭台铭是14% 好我们先从年龄这边过来看齁 赖心得最强 60岁以上 来41 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侯友宜最强 在于50到59岁 28 好60岁以上 这个28 那至于柯文哲最强 当然是20到29 30到39 分别是47到38 不过我觉得里面民调有一个蛮有趣的点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柯文哲跟赖心得没有差多少 对不对 我们再往年龄过来看 年龄你可以看到 虽然柯文哲20到39 是最强 但是 他的趴数没有很多啊 十三十七 比较是抽样人数没很多 如果今天年轻人都出来投票的话 或许柯文哲跟赖心得会不会拉近呢 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在上面 第二个是我们从区域来看 区域来看的话 赖心得在云嘉南高棚 高平棚是最强的 分别40跟38 侯友宜主要是固守在北北基 比较妙的是柯文哲陶竹苗拿了39 会不会是之前中东井说要挺他呢 还是说之前这边的地方的人 对于这个柯文哲的感恩 比较重一点 尤其在苗栗这个地方 现在国民党好像也不太管他了 会不会被民进党民众党给插起了呢 第二个事情是来看政党倾向的交叉表 里面比较有趣的是 柯文哲竟然有35%的时代力量 来挺他 那另外郭台铭的部分 民进党有5% 国民党有17% 民众党有12% 最挺他是谁 是台湾激进啊 我看到这民调想说 这到底是不是反串呢 来兵哥你怎么看这份民调 这个民调当然很奇怪 然后我看到 昨天看到有媒体说 赖心得大掉7% 其实我觉得这不算是赖心得的过失 赖心得最近虽然没做什么好事 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怎么会一下掉7% 那我觉得与其这样看的话 大家去想一想 就是 那郭台铭出来之后 因为之前他们那个TVBS都做3加嘛 他现在做4加 做4加之后赖心得一下跌了7% 那这是代表什么 赖心得的支持者有7% 跑去郭台铭那边吗 你确定是这样吗 看起来也没有 因为郭台铭在民进党这边只有5%啊 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因为很简单 那些承认自己是民进党属性 然后又参与这次投票的人 就只有5%会去支持郭台铭 可是有一些不承认自己是民进党属性 可是实际上是民进党属性 搞不好就去支持郭台铭 就是所谓的深绿郭粉 然后看起来比较像是有这种倾向 不然的话你说郭台铭去拉到柯文哲拉到侯友也是有道理 去拉到赖心得这么多 还是三个里头最多了 这个逻辑上说不太通 讲实在话 我不知道郭董原来跟民进党之间的理念这么接近 我是不晓得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民调来看 当然就是在年轻人这个部分 柯文哲还是一只独秀 你如果相信TVBS的民调 实际上别家民调有的显示是赖心得在 赖心得在年轻人部分赢 20到29岁是赖赢嘛 对很奇怪 这个也蛮特别 因为每一家民调都有一些特殊的形象 所以这也很难讲说哪一家是对的 只能说把所有的做起来做一个综合参考 那柯文哲在年轻人这方面的支持很稳固 特别是你看20到29到47 他一个人就快过半 这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可是问题来了 20到29的人是投票率最低的 这个是最麻烦的事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想要让他的投票冲高就是要想尽办法刺激年轻人 然后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 那愿意出来投票他的胜率就会提高很多 那对其他的人来讲的话 就是像赖心得主要就是巩固他在中南部的票源 他在中南部的票源只要稳定投票 然后这些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者 不会去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他大概就差不多是很稳了 那侯尔宇现在是最麻烦 因为侯尔宇在各个年龄层几乎都很难领先 虽然你们把他列出来50到59岁 可是你看他只领先 对只领先赖心得1%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甚至如果以地区来看的话 他的北北基最强没有错 可是跟赖心得也是一模一样 两个都26 所以他没有特别突出的部分 是他最糟糕的地方 就变成侯尔宇面临到一个大麻烦就是 他没有基地 他一个基地都没有 那你从他 光是国民党对他本身的支持度也只有60%左右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连自己的同温层都还没有巩固 他的基本盘都还没有全部顾好 所以如果选群以这样发展下去 他侯尔宇会非常危险 因为他完全顾不到他自己所有的东西 然后又想去开发中间选民也开发不到 这是极度危险 但最吊诡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的支持者到底是谁 因为今天郭董非常不爽 有记者去问他 他说我有那么蠢吗 我有那么笨吗 在那边讲了半天 然后可是问题是 他的解释是他的选民都是隐姓选民 我不知道支持郭台铭很丢脸吗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讲自己支持郭台铭 以前会说支持民进党的是隐姓选民 为什么因为以前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时候 很多人怕被家里被斗争啊 或者被出了什么状况 所以不敢讲 那后来有一些人支持国民党不敢讲 为什么觉得国民党年轻人不支持啊 说支持国民党好像很丢脸 那自己支持郭台铭不敢讲究一下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是支持郭台铭的人 因为都是大老板 所以民调做不到他 他不会接电话 不然我想不出来 为什么郭台铭的支持者会是隐姓选民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支持者最飘忽的是郭台铭 也就是他到底基本盘在什么地方 目前看不出来 他也有可能很高 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是在5%8%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 现在4咖里头的话 他的变数是最大 阿米尔你怎么看 现在真的郭董有这么厉害吗 一出来之后马上冲击到三位候选人 而且现在赖清德跌7% 这7%你怎么解读 这个基本上之前赖清德那个数据 应该是他拿3咖都尔来跟4咖来丢 对啊 参赛者人数就不一样 这两个什么好比 而且我认为啦 TVBS做的民调 赖清德只要有30%以上 其实都很好 因为呢 过去一整年里面 赖清德第一次在T台出现30%以上 那是在6月份的时候 刚好30% 然后7月份的时候赖清德才33% 所以现在30其实都一直在 维持在他T台的正常范围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郭台铭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柯跟猴对他来讲 好像这个抗体还没有完全 还是都会有受害影响 所以 所以能够一直冷处理郭台铭 让他自己掉下去吗 我觉得现在柯猴都在 非常谨慎仔细小心的观察 这个 不过我觉得郭台铭他自己 才更要小心一件事情是说 他会不会一鼓作气再而摔三而结 这个效应在他身上发生 因为如果你半年前做的话 郭台铭才不止这14 对 为什么他掉到14 因为他累参选太久了 从5月18号开始 他一路累参选到8月底 那好不容易呢 准备要这个宣布了之后呢 又传出说发言人说 啊收集也连属出也不一定要送件 这些等等的言论 其实在在都是在打击郭铭的士气嘛 你今天你已经宣布要参选总统 欸请问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选举史上 有哪一个人说我宣布参选总统 但我不一定会报名 有谁这样讲的 目前好像只有郭台铭这样一家嘛 那如果是这个时候 有这样状况 你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派系的反应 包括先前不惜退党的 彰化的谢典林 现在态度也转趋保守 包括过去跟他站在一起 屏东的周典论周家 现在也转趋保守 为什么 因为你郭台铭看起来 就没有决一死战的意志啊 为什么地方派系 要全部跟你绑在一起 万一你这台车是开上悬崖 那我们不是跟他一起掉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以现在郭台铭的战略 他应该要非常清晰 第一个如果我是要幕僚 我会建议他第一个要先诟病 其实是侯友宜 因为郭台铭毕竟还是升蓝军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大可以宣布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 他一定回归国民党 先把蓝军拉过来 蓝军能够整合 这样才有希望整合掉柯文哲 我在三的都一直主张说 如果蓝军不整合的状况之下 柯文哲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柯文哲是绝对只当正的 我相信鼎立也会赞同我 柯文哲多次讲 他一定以台湾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到底 所以如果你蓝军都没有超过他 没有变第二名的话 他才不会理你 所以现在以不管郭或侯来讲 他们应该先要去把对方整合下来 跟柯文哲才有谈的空间 才有你们所谓的 这所谓的这个所谓 那他们叫什么联盟 我都忘了名字太多了 主流民意大联盟 之类的 那这样一个联盟的空间 不然的话这三咖到最后 就算郭台铭仓皇退场 侯科两方相持不下 当然后面的结果大家都可以预见 知道 我觉得里面蛮有趣的是 政党倾向的交叉分析 郭台铭厉害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他中立有24% 中立的都是挺郭吗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想问的是 台湾激进党是来反串 还是你有知道他们下一步是要怎么做 其实台湾激进 这个在民调上面表现无足轻重 因为整体台湾人的这个政党倾向 挺台湾激进只有一趴喔 所以即便他们做反串 在民调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都是在误差范围里面 那我会觉得这份民调 要并不能真正凸显大家真正支持的 这个候选人 然后再去配对他的这个政党倾向 因为大家知道齁 大家在做民调的时候 一开始一定是先问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总统候选人支持谁 谁跟谁配 你可以支持 或是谁跟谁配 你绝对不会偷他 诸如此类的 那最后才会问你说你的年龄是多少 你是男是女 你学历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的政党倾向是多少 所以昭和啊 如果在场各位都是想要操作民调 有意思在接这个民调电话的人 如果我是民进党的人 我想要制造一个戏卡都的氛围 我希望郭台铭选到底越好 因为大家都说嘛 不管是民进党 蓝或白都觉得说郭台铭出来 这个总统 这个赖清德就躺着选 就没有什么疑虑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我是民进党支持者 我接到这通电话 开始问你 戏卡都的民调 我是我的话我干嘛支持赖清德 赖清德现在很稳啊 我就是牺牲我这一票 我叫我去投给郭台铭嘛 让郭董有信心嘛 愿意撒钱出来嘛 选到最后嘛 你总要给他一些子弹 让他可以去挥霍吧 所以你这样子是 郭台铭的14% 其中有部分赖清德的7% 就从来没来的意思 你去看大家会说什么 民进党里面支持郭台铭只有5% 问题是我如果是民进党支持者 我第一个民调的问题是 你要不要支持郭台铭出来选 我一定说好好好 郭台铭全力支持他参选 那接下来 开始问你政党倾向的时候 我会说我是民进党的吗 我傻了是不是 我要操作这份民调 而且我是有意识的 想要支持郭台铭 希望郭董出来乱 越乱越好这样的人 我是有意识的哦 我会想要这份民调做出 对我最有利的结果哦 我打开这个电话 问到最后一题 问你是民进党支持者吗 傻了才会说老实说嘛 不会老实交代嘛 所以他一定会骗说 我是中立的选民 我没有任何政党的倾向 不然你去看 民进党国民党 你历来的基本盘 票开出来三成多 为什么现在这2824 有些人假装自己是中立选民嘛 那这些中立选民 他是有意识的 想要让郭台铭出来乱嘛 所以为什么 这个郭台铭中立的选民 真的那么多票 我们都知道 柯文哲在蓝白之外的 基本盘是最高的 历来的民调长得是这样子 但是郭台铭今天 一军突起 突然变成中立选民的第一选择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假中立嘛 第一个问题问完 你知不支持郭台铭 然后问到最后一个问题 开始说 我是中间选民 蓝绿白我都不喜欢 我就支持郭台铭 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说中间选民 为什么郭龙那么高 真的是反串 真的是反串吗 我们从这一份问题 一样是T台做的民调 他说有人认为郭台铭 宣布参选是违反承诺 不守信用 请问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 这数字兵哥我看的傻了 非常同意加还算同意33% 不太同意跟非常不同意 39% 大家都不觉得郭台铭 诚信有问题耶 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很简单喔 郭董 有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因为他参选了 那他当初在5月17号 他自己脸书嫌 他会全力支持侯友宜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是违背自己的承诺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没有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被朱立伦骗了 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是 朱立伦不义在先 所以他不仁不算他的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这种感觉 所以会认为说 郭台铭这样也不算是 也不算是这个违背自己的承诺 可是问题是 就好像刚刚我提过 郭董今天被记者问到 很不爽说 我有那么蠢吗 我有那么笨吗 但是如果连续被国民党 骗两次的人 到底是算是聪明还是 还是笨呢 我不知道 这个大家自己去评估 可是 重点来了 重点是 你如果去问 就是 现在好几个民调 其实都有在做 赞不赞成郭台铭出来选 其实你会发觉 大概将近一半的人 是不赞成他出来选 那为什么会呈现这两边的差距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大家其实都知道 郭台铭其实 他当选的几率不大 而且他出来只是会 让在野烈姐的更厉害 实际上呢 就算郭台铭没有出来 光是蓝白这两个 你说就算 以现在的态势来说 就算整合也未必 能够打败賴清德 我讲实在话 那 现在蓝白自己本身 都呈现分裂的时候 老实讲 在野的胜算本来已经很低了 那再加上郭台铭 再来参一咖 他基本上等于是宣告 在野的死刑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不在乎这件事了 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朋友 直接告诉我 今年就是 明年1月13号 他已经懒得头了 玩完了 已经不想管了 就根本不想投 因为觉得反正结果已经定了 因为比赛已经结束 现在都是垃圾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野党 自己要争取一点 如果你不想 让剩下几个月都变垃圾时间 你们自己要赶快去调整 典力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这次柯文哲的民调 掉了5% 当然有很多原因在 第二可能跟郭董事有关系 这个票源重复重叠关系 第二可能跟 会不会跟 染黑是有关系 最近被 说的跟黑道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是现在炮火 都完完全全打向你们了 我们来看到的事情 跟违贱有关 这是柯文哲的老家被爆竹 有违贱 然后被人家说 是不是黄国昌2.0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 简单来说 到底有没有违贱 我觉得这是要先厘清的 应该说 我们侧面先了解一下 因为这件事情 大概昨天的话 这个媒体有先披露 我相信这个新竹市政府 他这边讲得很清楚 通常处理的程序是 如果有人检举的话 市府这边会有人去看 如果说调查属实的话 那就是依法来处理 这个是市府的基本态度 这是不会变 如果就民众党 以及柯文哲 毕竟现在是总统参选的 这高度来看 当然对于自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标准 要拉得更高的 高标准检释 我目前知道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 他这个建物来说的话 他的屋顶其实是30多年前的 寄存的老旧建物了 只不过在这个 4 5年前后 107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重新整治了 翻修了一下 因为他从过去 这几十年来 一直都是做晒衣厂的使用 只是说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 网友把他特别 那个空拍照拿出来 我忘记是 我忘记是 在网络上传的一个图片 所以他是说 近年有过翻修 不过这个是寄存的老旧建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要来看认定了 到底他认定是如何 老实说不确定 那只不过 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高标准检视 如果真的他是違建的话 我觉得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呢 他如果需要调整或拆的话 本来就应该要这么做 我相信 柯妈他也会同意 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昨天受访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 只不过 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 政治人物的东西 当然高标 高标准检视没有问题 但是说 是不是要过多的就是 过多的所谓的 这个追杀的部分 我倒觉得就是不必 所以就是该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要过多的议测的话 我觉得也可能 到此为止就好了 好 我要给观众朋友看两个 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有人认为郭台银宣布参选 这个违反程度 我们刚刚已经说 这个数字非常怪 因为不同意跟不太同意 有39% 比方说大家应该都是支持 郭董的啊 你就是因为被朱立伦骗了 所以你不是骗人喔 但是怪啦 郭董现在的这一篇贴文 有没有 主流民意大联盟集结 阿民的总统联署活动 即将展开了 这个标题不是重点 我们往下看 他的按战数 4000多个人啊 4000多个人 他之前贴文都是好几万的 那你说今天要出来连署 应该是有个庆祝的行情 庆祝的战数 庆祝的留言 怎么都没有呢 知道 我觉得庆祝的行情 就是中立选民 已经帮我们解释完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立选民 去这个挺郭董 你看 我们脸书就是一个最自由 然后最能看清楚风向的地方 你看 你如果留言 他是一个正常人 你有一个正常的大头贴 你点进去看 他有简介 然后有一些生活东西 那这种人帮你按赞 或是骂你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 这篇贴文的风向 大概长什么样子 只要不是这个网军 跑出来出征 那 今天有那么多中立的选民 21%的中立选民 24%嘛 第一名 最多中立选民 停的郭台铭 那竟然 一个文章出现 要大家帮他连署 静悄悄的 事先多个赞而已 说明什么意思 那就是很多人反串 按赞不想按 那连署的时候 我会帮你连 唯一支持郭董出来 但是不好意思 你如果要出来参选的话 那个热度是不够的 加上 今天 有这个 我们的中常委 当然也被这个党绩 给处分了 停选两年 所以我觉得像是对郭董有一些期盼 包含过去国民党跟他走得很近的这些人 现在在脸书上面是比较不敢表态的 可能会变成 变成地下 私下的这些聚会跟工作会比较多 包含帮他连署 包含帮他站台站下 这些可能在现在的党绩的处分之下 会有很多很多的疑虑 所以说如果今天真的要做一个连署站 或是脸书上面帮他战胜 含加油 不太敢 都变成说其他人来代表 可能没有党籍的人 出面来支持郭台铭做参选这件事情 会比较适合 鼎利我们提到 这个你们蓝白的部分 说9月谈立委 10月谈总统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 没有所谓整合的事情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环宇第八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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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